南韩三星电子智能手机Note 7又出事 在美国一班内陆航机里无烟 机上75人安全疏散 版机要取消 出时假据报是三星为顾客更换的Note 7新版机 事发在肯塔基州路易卫尔国际机场 当地星期三早上9点多 西南韩公司一班原定前往巴尔迪摩的内陆客机 准备起飞的时候出现突发事故 机长向控制中心求救 机长同时决定疏散机上75个乘客同机员 有乘客说戴上机的Note 7手机 在他刚刚关闭了电源没多久之后就出事 他立即将放在三袋里面的手机丢在地上 但手机继续无烟 客机部分的地毡烧焦 烟雾甚至飘入驾驶仓 Note 7早前发生连串爆炸无烟事故 三星宣布在全球各地召回Note 7更换新机 全球多间航空公司呼吁乘客 不要在机上打开Note 7的电源或是充电 但今次出事的机主向传媒说 出事的手机是他上个月21日 在电讯公司领取声称没有问题的替代新机 三星说正是配合当局调查 以确定出事的原因 包括希望拿回出事的手机检验 发言人说现在没有证据显示 事件是与新版Note 7有关 三星宣布召回Note 7之后 截至上个月22日 但美国已经回收50万部